大家好 一陣子沒有拍影片 其實我最近也是買了一些還不錯的商品 只是說時間忙了 拍影片的時間就少了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這個商品 是我觀望一陣子買的 我早注意它很久了 很想要把它帶回家 只是說在台灣的價錢稍微高了一些 那我就從Amazon買 那這次的話從Amazon Japan買 那機貨到台灣非常快 我在禮拜天購買 然後刷卡 禮拜三三天就到了手上 還不是到台灣 是到手上 那因為最近疫情的關係 台灣的話這個新冠肺炎 有點嚴重 那這個商品收到的時候 我就放在庭院裡面 三天才帶到室內來 那我希望說這三天的話 讓一些病菌消失了以後 再帶到房子裡面來 然後我就放在我們家庭院裡面 三天 好那我們帶進來了以後 我們就現在來開箱 那我跟往常的習慣一樣 是跟著大家一起把箱子打開的 那有網友問我 他說 你為什麼要不先開好 因為我們在開箱的時候 心情會有一個雀躍感 對不對 那我也希望是帶著這樣的雀躍感 來跟大家分享 分享喜悅 就是整個感覺的話 會跟早就準備好的感覺 不太一樣 好 那我們現在打開了 其實這商品的話 並不大啦 箱子是稍微大了點 那這中間的話 當然會有一些填充物 那我其實只有買這兩項 好 這是 主角 Sony i7D-TS800 錄音筆 錄音機 那 我同時 也買了一個保護貼 我是一個 這個 對於商品的 外觀的 外觀非常注重的人 所以說 我是不太容許 我的 身邊的東西 都挖得亂七八糟了 那我這箱子裡面的話 看起來好像也沒有其他的東西了 本來以為 希望還能夠有一點贈品之類的 好 沒有 就先放在旁邊 好 這就是我今天要開箱的主角 他叫做 Sony i7D-TS800 錄音筆 好 那我為什麼買它 因為它的體積真的很小 好 那又很輕 很好攜帶 那再者的話 它是兩件式的設計 這是在我們一般錄音筆 比較少看到的設計 好 那這兩件式的設計 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說 這個主體的話 我們可以放在一個地方 要錄音的人 或者是物體的旁邊 那這個遙控器的話 我們帶在身上 甚至我們有時候 我們去聽演講的時候 這演講搞不好是要付費的 我們在徵詢了演講者 的意見之後的話 我們有可能有機會 可以將錄音機放在他的講桌上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遙控器放在我們的身邊 在我們的座位上面 我們就可以遙控這一個錄音機 好 這是我的目的啦 然後再者是說 我很希望能夠拿到一個 擁有一個很小型的錄音機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需求呢 因為我們有時候會拍影片 那拍影片的時候的話 如果說收音是用錄影機來收音的時候 會遇到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啦 就是收音的距離離 離被拍攝者太遠 這樣的情況的話 中間會有太多戒指 有風啊 然後又有一些 周邊環境的聲音 都會一併的收進去 所以說 這樣子收起來的音質都不好 所以我們一般 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就會帶一個小蜜蜂 也就是隨身麥 那這個麥克風的話 來收被拍攝人的 講話的聲音 這樣子 但是無線麥克風的話 又會有風切聲的問題 還有無線麥克風 有時候也不見得那麼方便 所以說我就希望說 能夠有一個錄音機 它可以夾在我的領子上 或我的衣服上的某一個角落 然後把聲音收進來了之後 我回來再把音軌 錄進去 音軌轉進去到影片裡面去 所以說我就會 開始會有這樣子的構想 就會開始在設備相關的產品 我本來是想要買 無線的麥克風 但是我發現無線麥克風的話 它其實使用上來 不是那麼方便 那再加上 我的這個錄音機 我最喜歡的錄音機 CANWOOD MGRA7 它在前陣子光榮退役了 為什麼光榮退役呢 因為它的麥克風 出現了一些雜音破音 那我覺得已經不堪使用了 那它是我在08年的時候買的 那今年是2021年 也就是說它在我身邊服務了13年 我非常感謝它 它給我度過很多很重要的場合 那尤其是我 大家都知道我學音樂背景 所以說我們會在很多的場合裡面的話 需要用到錄音 而且需要高品質的錄音 那這一支錄音筆的話 它完成了非常多的任務 那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身邊的物品就是這樣子 儘管它已經用了13年了 它一點點缺損 一點點魔耗都沒有 就像新的一樣 對 我沒有包膜 就像新的一樣 這是我的生活習慣 我身邊的東西絕對不會說摔得亂七八糟的 動一個坑巴吸一個洞的 然後也不會有刮痕 這是生活習慣問題 好 那我們就來開箱了 那只是說這次 這個Sony ICD-S800的話 它外面沒有收縮膜 好 這是保護貼 我先拿到旁邊 我等一下再把它貼上 那我們就把它開箱了 開來 看裡面有什麼 裡面的話是像這樣子 那我把它拿出來 拿出來之後的話 好 有一個保證書 掉在這裡 這是一個保證書 那我們這次的話 因為直接在Amazon上面買的話 那當然就是水貨了 不過我對Sony的產品還蠻有信心的 它不太會壞 所以這個水貨的話 倒是無所謂 所以保護可能也不太到 那我們在台灣買公司貨的話 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說它跟日本的價差還不小 台灣的那個公司貨的話 它這樣子的定價要到五千九百塊 其實還蠻高的 那我在Amazon上面買當然是便宜一些 而且便宜的幅度不算小 好 那我們打開以後的話 其實蠻意外的 它比我想像中的再更小一些 真的非常小 好 那我們從正面看起來的話 這個是錄音器的主體 這是遙控 好 那這一個的話是 等一下這是什麼 好 好 這是一個盒子 我在Survey這個商品的時候 我已經有聽說了 它會有一個盒子 很小巧的一個攜帶盒 在上面 它幫助你把主體跟遙控器 然後以及它旁邊的一些線材 都可以放在這裡面 很像一個放戒指的盒子 對不對 喔 皮質的味道 還蠻好的 哇這質感很好喔 天啊 喔 不愧是Sony的東西 這我們蠻欣賞這家公司的 好 然後 我們看這盒子裡面有什麼 打開以後 這個地方的話 有一條 好 有一條 Micro USB 轉3.5厘米的 耳機線 好 對 那這是監聽用的 這應該大家知道 那這裡面的話 還有一個 附一個耳機 好 這是一個耳機 然後 這是一條 好 Micro USB 跟Type-A的連接線 把它放到旁邊 那我們看下面有什麼 好這把它拿起來 下面的話就是 呃 說明書 它這個是 Sound Organizer to remote IC remote 使用方法 好 什麼叫做IC remote IC remote 意思是什麼呢 因為它有APP 那這個APP的話 它可以用APP去操作 錄音機 這也是我當初會想要買它的一個原因 我們可以從APP上面去操作它 我等一下也會一併的跟大家介紹 APP的介面 那也就是說 我未來的話 可以實現 就是我不帶有空氣出門 我只要帶主體出門的時候 就可以達成 我的在 一些日常的任務 然後我可以帶出去的東西的話 就又再更小了 那裡面的話 還有一本說明書吧 我想應該有說明書 好 有說明書 好 這說明書的話 我想可能 有空再研究了 但是我在想現在的3C場點的話 也不太需要研究 大概就這麼使用吧 其實我最在乎的就是那個保護貼啦 貼上去之後的話 就一切妥當 好 我把這些 拿到旁邊去 好 那盒子留在這邊 好 然後 我們來看一下 它這個主體 它這個包裝 其實蠻好的 你看它背面是這樣子 我們用手從後面推吧 我先把遙控器拿下來 然後我再把 然後我再把 主體拿下來 好 完成了 它主體就像這樣子 非常小巧 那你想可能這樣子的 尺寸的話 那個人不知道說 它有多小 它大概像這樣子 這麼小 對 好 那我說明一下 那它的那個 遙控器的話 也是跟它差不多尺寸 3.8公分 乘上3.8公分 厚度是1.37公分 所以是非常小巧的一個 錄音筆 那音質當然是不錯 好 然後疊疊了 10塊錢疊在上面 會是這樣的狀況 然後我說明一下 為什麼 有需要用到這個 錄音機 然後錄音機 會用在什麼 什麼樣的場合 我們有時候會那個 其實我蠻在乎 錄音機的 這樣的水聲物品 因為我們有時候 聽到一些演講 或開會 都很希望說 能夠把內容帶回來 因為我們在現場的專注力 不會說 一兩個小時的會議 或是上課 都非常專注 然後我們會 很希望不要錯過 一些很重要的內容 然後再者 我們有時候 有些演講的話 會 不是每個人口齒 都非常清楚 然後再者 有些人講話 他不是頂有組織的 那我們只如何 在這樣的情況下的話 還能夠得到最大的收穫 就很希望說 我回來再聽一次 或是說 將他講的東西 整理成一個 比較有條理的筆記 這樣子 好 然後再來是說 我們有時候開會 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有大量外文的時候 當然我們 相信現代人的話 對英文的 閱聽能力 都有不錯的水準 但是 我們英文的聽力 就算再好的時候 也會遇到一些狀況 例如像 像如果說是像 新加坡人 印度人 或日本人 講的英文的話 就稍微有一點 這個口音在裡面 那我們在這種情況下 要怎麼樣的 得到最大的訊息量 就是回來再聽一次 而且 反覆的聽 然後可能有時候 還要去猜測 他到底要講什麼 那你想說 我們聽到一些 非 美國 或英國的 native speaker 講的英文 可能會在發音上面 有些困擾 那我們聽美國人本人 講英文的話 總沒困擾吧 也不會 也是有困擾 為什麼 因為美國人的話 他很多的語言 他是非常口語化的 就好像我們 我們在台灣的時候 我們講中文 我們會講到一些 口語的詞彙 或者是說 最近流行詞 在我們在講的時候的話 不以為意 但是我們在 別個國家的人 耳裡聽起來的話 他就會非常困擾 因為我們覺得 好像在溝通上 不成問題的 其實在老外的 耳裡面聽到的時候 他會成問題的 所以說我們在 聽美國人講話的時候 也會很希望 能夠把他錄回答 因為其實裡面 還是有些 還是要反覆聽 才知道他在講什麼的內容 那當然像 那想說 那我們如果說 演講者講中文就行了吧 對不對 不是 因為我們有時候 會遇到一些老外 老外講中文也是很困擾的 對 反而我們還會 希望說 你乾脆講你自己原生的語言 算了 我回來再好好聽清楚 是 那有人會問我 那你幹嘛不用手機錄音 重點是什麼 因為手機錄音的話 有個問題 它是一個APP 你把它打開的時候 它沒有辦法很即時錄音 好 那這個Sony ICDTX800 它的特色是 它可以快速錄音 我按那個錄音鍵的時候 它馬上就可以啟動錄音 這是在很多緊急的時候 我們需要用到的 那再者 是說我們在錄音的時候 很不希望讓人家知道我們在錄音 所以說我們不能說 有人要講話了 你等一下 我把我手機打開 我要錄音了 那當然是越沒有壓迫感的情況下 完成這件事情越好 那再者 為什麼不用手機錄音 我一直都沒有這樣的習慣 因為一來是音質不會太好 手機它畢竟不是專業要錄音的 device 所以說它的音質不會太好 然後再來是說 我們這錄音筆的話 它都會有低頻濾出 跟雜音濾出 環境音濾出的功能 我們在不同情境下 可以用不同的設定 所以說錄音品質 肯定會好很多的 再者 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是什麼 手機它是會耗電的 那我們有些重要場合 是不容許你耗電的 所以說我們必須 不能夠說 這個手機萬一 錄到一半沒電了 就錯過了 很大一段的內容 沒有錄到的話 也是蠻可惜的 然後再者 我們有時候在手機錄音的時候 會遇到一個困擾 不小心開啟了相機 或者是有LINE 或者是說有人打電話來 錄音就中斷了 那這也是非常困擾的 是這樣子 對 那再來是說 有一個功能 叫做TMarker 就時間標記 時間標記的話 我在想 它應該是會在 主體上面 沒有時間標記的按鈕 時間標記按鈕 是在 遙控器上面 這有一個TMarker 應該有看到 TMarker 好 TMarker的功能要幹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在錄音的過程裡面的話 有時候 一場很冗長的會議 不是每一段 每一段的內容都有用 有時候可能是某個重要的人 他開始在講話的時候 我們需要在這個時候做一個Marker 所以說有一些 比較沒有那麼重要的內容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它省略掉 這會對於我們回來 整理錄音內容的話 會非常有幫助 所以說要善用TMarker 時間標記的這個功能 然後這是它的遙控器 那遙控器上面的話 所有在主體上面 有需要用到的操作 這邊都可以把它操作了 好 那這樣子我們就來把它開機看看 雖然我們剛開箱 我也不知道這裡面有沒有電 照理說 這種月陽 要寄送的物品的話 應該是不能夠讓它有電才對 它現在目前是在Hold 後的一個狀況 我把它打開 這邊有一個Power 還有電 它叫我要出其設定 它叫我要出其設定 這要怎麼出其設定 它說 Remocon 它說 好遙控 遙控按鍵 必須壓上去 這是遙控按鍵 它這邊有寫Remocon 好 我把它決定 看起來好像 我知道為什麼了 因為我現在 在遙控器上面的話 也是在Hold的狀態 我必須要把Hold解除 解除 解除之後的話 它就會去連線 然後我就可以按決定 按播放鈕 好 那它我就要開始設定 設定它的那個 一些訊息 我這個先把它跳過去 好 操作音 要有 出題設定完成 那接下來的話 我應該會趕快把介面 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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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成中文 好 等一下 我看一下怎麼把它跳出來 好 錄音可能的時間 我們目前還可以錄 176個小時 又22分鐘10秒 那這個錄音機的話 它是沒有 它是不能插卡的 好 那它更不能裝電池 因為它只有22克 所以說 它是一個做迷你型的訴求 的商品 它內建的容量有16G 16G其實也是很出夠了 好 那沒關係 我 HOME鍵 好 HOME鍵 然後 各種設定 我發現它 噢 它是日文啦 雖然我看到各種設定 這邊寫的是中文 但是我知道它是日文的 那 我發現它的一些 下載聲設定 共同設定 共同設定 然後操作音 你看它有各種出使用 錄音可能的時間分體情報 日文的狀態 我現在目前是在用這個操作 好 錄音設定 再生設定 再生設定 共同設定 噢 它就是讓我們說 我們在閒置多少時間的時候 必須關掉 好 然後實際設定 好 好 情況是像這樣子 感覺還不錯 操作還蠻敏銳的 我就全部都在這個上面操作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那個 APP 它手機APP 我已經有先安裝了啦 在這邊 在這邊 好 它叫做REC Remote 好 它說要跟新的錄音機配對 好 那我們就把它配對 主功能表 好 下一頁 好 它說主功能表 然後要把它 它有 它有REC Remote 好 Bluetooth Bluetooth on off 我們現在要把它弄成on 好 機器登錄 感覺上還OK啦 雖然我們現在還沒有把它設定成繁體中文 像手機器 OK 我大概知道意思 好 好 好 喔 看起來好像還不簡單啦 哈哈 沒有關係 我等一下再好好的 好好的了解一下 進行登錄 好 它整個操作起來的話很方便啦 然後它後面還有一個背夾 整個來說的話是還蠻理想的一個商品 好 好 那我今天呢 簡單的介紹到這個地方 剪箱到這個地方 好 那我們呢 改天有機會的話再跟大家分享 要怎麼 怎麼用手機APP去操作 那我整個做一個總結啦 這個商品的話 我希望它之後的話 能夠 就是很便捷的可以錄音 然後 它使用的場合的話 應該就是錄人聲為居多啦 因為我在其他的場合的話 我有其他錄音機啊 例如像這樣子 這錄音機 這也是SONY的 那這個錄音機的話 它是 超廣角 而且又有錄音的功能 所以說它在 它在什麼時候會使用到 就是我在團練的時候 或者說我自己在琴房練習的時候 我就會使用它 使用它來錄音跟錄音 那它的訴求的話 當然就是立體音 然後很廣泛的收音範圍 所以說 這也是我另外一個錄音機 那它的 但是因為它太大了 所以說我們在有些地方的話 不太方便帶著它 那 講它的話 這一個 SONY的這個錄音筆的話 我就是隨身帶著的 而且它在很多場合的話 都可以馬上拿出來用 那 很多人問我說 為什麼生活裡面的話 要那麼多場合來錄音啦 因為我們有時候 在工作啊 或者說在日常生活啊 很多細節啊 在很多事情可以做得細膩的時候 最後累積起來 就是 專業的表現 那這就是我很在乎 我身邊的錄音設備的原因 好 今天呢 介紹的這個商品 SONY ICD ICD-TX800 錄音筆 好 推薦給大家 好 我們下次見喔 再來 3 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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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 5